马教授的介绍 一套马教授包含这些配件 首先是马教授本机 一台依照ISO IEC 15416-2000 以及15416-2016规则 严格制定的条码品质检测器 最常可以检测到75厘米的一维条码 搭载了BLE 5.0的蓝牙 有专属的Android App 可以输出详细的图文条码品质分析结果 拥有无线及USB有线两种传输通讯模式 接下来是一条USB Type-C的传输线 可以作为通讯以及充电使用 接着是6颗螺丝以及螺丝盖 收到时需要自己安装电池之后 再锁上螺丝及盖上螺丝盖 接着是一个防尘的底盖 也是马教授的窝 接着是一张A4的简易设定说明书 里面有基本的有线、蓝牙以及蓝牙配对的模式设定条码 设定的功能包括 USB有线模式及USB界面的设定 蓝牙模式的设定 蓝牙模式有分为连线Android App 以及蓝牙HID传输的设定 详细的蓝牙模式种类及操作方法 我们会在其他影片中介绍 此外,马教授还可以设为单机操作 也就是只把条码品质的分析结果 以OK或者NG的图示显示在马教授的萤幕上 另外,还提供了电池安装的影片 可以手机扫描QR Code之后观看 还有下载Android App的QR Code 各部位的介绍 这个是主按键 主要功能就是开启红色照明灯 扫描条码 以及关闭电源使用 这是OLED显示荧幕 是作为显示状态 条码分析结果 这是关马窗 当启动红色照明灯时 可以看见需要检测的条码 作为检测条码位置使用 这是准心 作为对整条码中心的依据 这是防尘盖 不用的时候 可以把马教授放在上面 这是副按键 作为蓝牙配对 以及重新设定使用 使用时需要使用一根回纹针 轻轻地搓进去 另外是USB的接口 接上USB线之后 可以通讯及充电 接下来是影片的实体展示 吉他议椅子 接下来是适当地的 轻轻地搓进去 相当地的 可以通知 接下来是 入聚地搓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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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喽 下课了 好喽 下课